近日 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自3月来 首次突破每千立方米3500美元 创下近半年来的新高 欧洲能源危机持续发酵 据德国媒体报道 德国政府目前已经在为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德国子公司的国有化做准备 同时还延长了能源密集型企业 申请援助的期限 法国也表示将继续采取措施 限制能源价格上涨 据路透社28号援引 德国星期日世界报的报道称 德国政府已成立一家控股公司 以执行可能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德国子公司进行的国有化 德国经济部表示 该控股公司是一个预防型机构 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公司重组 今年4月初 德国政府宣布将托管俄气的德国子公司 以确保天然气供应安全 此举引发外界 对于德国将对该公司国有化的猜测 此外 德国经济部27号宣布 将延长一项对能源密集型企业 50亿欧元援助方案的最后期限 以帮助企业应对不断飙升的电力成本 相关企业可在9月底前 申请高达5000万欧元的补贴 之前的最后期限是8月底 据了解 自该方案7月中旬启动以来 已有200多家企业提出约1000份申请 法国总理博尔内27号表示 法国政府不会允许能源价格飙升 将继续采取措施 缓和能源价格上涨 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当天也表示 明年电价上涨将是有限度的 据路透社报道 法国政府将在未来几周内决定是否更新 将于今年年底到期的电力和天然气价格上限 以及是否维持燃油折扣 一位法国政府发言人此前表示 法国不可能永远坚持能源价格上限 来帮助法国家庭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也警告说 未来几个月将变得很艰难 法国面临牺牲 从前的富足生活将不复存在 另据捷克媒体布尔诺日报网站报道 捷克司法部长布拉泽克26号警告称 如果当前的能源危机得不到解决 捷克政府就不能长期执政 如果欧洲没有找到解决方案 欧盟本身也可能受到威胁 甚至可能发生革命